第九百七十一集 自古以来不乏玉外来客传说 但是没有想到 我曾亲眼目睹 麒麟双眼炯炯有神 有日月生腾 龙凤飞出 光华射人 非常的悬翼 不错 我们是来自于外 莫名到了星空的这一端 到了现在 一夜凡也没有必要藏着掖着了 麒麟一步迈出腰黄点 从天而降 如踩着天梯一样 步履从容 黑发飞舞 有一种惊世妖王独有的气概 他并没有出手的意思 盘坐在地 向夜凡请教星空另一端的一切 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 不同的星域 不同的底蕴 这是一种思想的碰撞 夜凡的过去 种种见识 对于这个世界的人来说 是一笔千年神葬 夜凡从容应对 谈到了一些星空对岸的景况 这让南腰悠然神亡 域外的世界到底有多么的广阔呢 夜凡也向他询问了不少这个世界的秘密 两者对坐大半夜 最终南腰站了起来 不能亲离那个世界 终究是一场梦幻空花 此地有通往域外的星空古路 你能找到吗 没有一点线索 根本不值 我怀疑不在骑士府内 南腰摇头 转身离去 此后 接下来数日 每到深夜南腰必来 两人的关系很特别 互相讨教 印证心中所需 最后一夜 南腰领取钱 将来在大地路上争雄 若是你战败 我任你离去 报你今日之恩 此后 他便再也没有出现了 强大的南腰深不可测 一缕神念显化 都足以傲视年轻一代 非常的神秘 而今呢 到了这一步 叶凡身为圣体 将来必然要在大地之路上 与人争雄 即便没有冲突的人 也免不了一战 这是一种无奈的抉择 因为一个世界 一个时代 只有一位大帝 从来不可能诞生出两位 诸王摒起 看似繁盛 到头来 却也有无尽悲哀 第一路 是一条不归路 只能前行 落后一步 就意味着血染黄土 唯有踏着诸王的尸体前进 一路高歌到底 只要拜一次 错一次 就可能万劫不复 再也没有了生路 自此 生死倒消 南腰 与叶凡没有大仇 但是未来却注定有一场生死大战 无可避免 没有对错 只是走上地路的残酷选择 叶凡来到骑士府引发轰动 捉几天下来 常有人慕名而来 远远观望 有侵慕者 更有不服与仇恨者 小叶子 你这样的跟班真不称职 走到哪儿 都能引起别人为官 性装麻烦了 鸡家小月亮抱怨 我什么时候成你跟班了 我领着你四处转悠 到处找那条星空古路 你跟在我后边 不是跟班是什么 鸡子月大眼眨动 不满的说道 这也行啊 叶凡是一阵无阳了 这几天 他让鸡子月帮忙 寻星空古路 惹得鸡家神王体 黑眼瞪白眼的 跟防贼一样 怕他将鸡家小月亮 给拐走 秦岭一战过后 鸡家对鸡子月的 保护力度大大加强 不容他有任何闪失 而也正是这一战 无数的大势力 与不朽的传承 全都登门拜访 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提亲 全都想联姻 鸡子月是什么体制 那些大势力也不知 唯有孔雀王等一些 见识极其广博的人 名晓 但却不妨碍人们 对他的高度重视 他可借来天地之力 将叶凡推上 可与圣主一战的高度 当时镇住了所有人 这样的体制 绝对是超绝非凡的 圣体 你站住 我要与你决战 终于有人按捺不住 站了出来 挡住叶凡的去路 向他挑战 在骑士府内 不可私自争斗 唯有挑战 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 才可进行 一切只是为了保护弱者 叶凡看了对方一眼 你是谁 我认识你吗 认识与否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 我看你不顺眼 就是想震死你 来人很嚣张 就差指着叶凡的鼻子 大骂了 你活腻完了吧 旁边磅礴冲动 想上去一巴掌 拍死他 圣体你敢与我一战否 不动有元术 凭真正修为一分高下 这年轻人非常自负 声音很大 惊动了附近不少修士 好 我与你一战 叶凡点头答应 所以子 不对劲 现在除去北地 还有一些逆天妖孽外 还有几人敢对你动手 这个人虽然很强大 但离北地还远 绝先台 是为骑士府专用对决之地 叶凡登临而上 面对叫嚣的男子上来就寄出了黑色的战车 隆隆的碾压而过 有没有搞错啊 传说中的亡者神兵啊 这怎么打 通界无敌 来十几个人也不够杀呀 你作弊 对面的男子吓得冲天而起 不敢应接 又没说不可以用 苏战素绝多好 叶凡确实懒得动手 以法宝强势压人 不想浪费时间 哄的一声 黑色的战车飞起 将对面那个男子撞击的大口磕血 浑身军力 惨叫着 坠落在决仙台上 若不是有规定 不能击杀对手 此人必死无疑了 就你这样的人 还来挑战 彭博摇头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止住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 不时有人跳出来要挑战叶凡 牵扯进来的人很多 随后终于是打出了真火 有人要生死决战 去山门前对决 叶凡很强硬来者不拒 两天内连斩了三人 去鲜迈中 生死大决战 放开手脚一搏 终于有人更进一步 要不计一切后果的决战 与叶凡不死不休 他们活得不耐烦了吗 真正的逆天妖孽 没有出手 这些人吃了仙人胆了吗 磅礴更迟疑了 这是要一步一步 将我印出骑士府 远离府中大能们的 感知范围 有人想杀我 叶凡不屑地冷笑 你想怎么办啊 这片仙脉内运大龙之气 我刻下一些阵纹 如果他们敢来 我将所有人都留下 东方爷说道 叶兄弟 你给我的肾骨 被我疏足 炼化锦狼牙大棒内了 能发出传世圣兵一击 他将狼牙棒递了过来 要借给叶凡右 这可真是一件无假圣兵 虽然只能发出一击 但是绝对可毁天灭地 无敌王者 被远古圣人的兵器打中 也要灰飞烟灭 圣主更是不能幸免 拎着这根沉重的狼牙大棒 叶凡羽磅 心头巨跳 行了 有这样一根圣兵在 来多少人都得死 叶凡倒吸了一口冷气 难道那帮人真的要大动干戈不成 不会也带来了圣兵吧 带来极道地兵是不可能的 因为上次刚动用不久 各大不朽的传承 无法立刻拿出来 要用以镇压抵御 每次请出来都要提前准备很长时间 有人要杀我 紫月啊 去跟你哥说一下 能否借来一件完美无缺的船市圣兵 你这个家伙 当圣人的兵器是什么了 即使是不朽的传承 也难以动用 阴阳教仅靠一面阴阳境 就立身中周 成为无上大教 更因此而无敌天下过 跟你哥去说 这次说不定能夺来阴阳境 送你们姬家当彩礼 去死 你想什么呢 远古圣人的兵器内 内涵神奇 几乎不可收服 是无敌的存在 姬子月白了他一眼 中周有寻龙帝师 此地适合引动龙器 为了对抗我的元术 说不定这次 又不是其人被请来了 五日后 叶凡走出了骑士府 来到一片鲜脉中 刚一到此地 他二话没说 斗手扔出了上千块玉石 先发制人 都刻有元天神文 一声又一声巨响发出 地下祖根内运的大龙之气 全都冲了上来 远处传来一片可怕的波动 有绝世的杀阵 被激活了 这 Low量脏的天族 一声可怕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 任意识 这一声可怕的